好 12月7日 来到12月第二次的见面 刚刚那个礼拜要先说一声不好意思 这个礼拜时间短点 因为上周星期一拍了 但因为技术故障的问题 所以到星期一的10点半才出到大致的影片 赢仔故推介赢到晚上 周时才出到 先说sorry 原来有这么多朋友追我们的影片来看 星期一你觉得迟 但有心就不怕迟 星期一抽高那一刻给你 你看到10点半 下午的时候 大家有机会告诉你 先去烫牛仔 跟上周的情况类似 刚刚烫了26,000 最低那一刻是25,995 烫了26,000 没法没假 烫完 然后抽回 在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 一定要做到一件事就是 灭绝人性 要灭绝死退人性 要没有人性 没有人性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太有爱心 我太有人性 整天都做不到 不是整天做不到 有时有一两下都未必是一定 灭绝的 所以在股票市场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 人性 拋开一边 一定要比较 没有人性 没有血性 回来 如果你看回大市 大市 又是那样东西 讲来讲去都是几个字 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 今个星期的消息面 和上星期有点不同 今个星期 如果你看回 国内在大豆 猪肉 那些关税 就叫减美贸 这个是 所谓释出善意 这个不释也不行了 拖了这么久 第二个就是 MLF 其实那个叫操作 就是国内自己本身的金融 那个叫 情况 是令到那些钱 就出回来 那里大概3000亿左右 那星期五 就有些反映 国内市场 那这两个是一个重点 第三个 如果你看回国内市场 很多时候大家 就拿来做个指标 那指标就是什么呢 当人民币 去一些比较强方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中美贸易战 即将会签到协议 走回到7.03附近的上方为止 那你变相 大家就看回 觉得中美贸易战 双方的消息就会舒缓 那但是呢 看特朗普的那些东西 其实你也看过很多不同的英文 特朗普说 very well 我们的进度是very well 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very well的进度 他这个东西 就说了一整年 以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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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回美国指标的经济数据 其实上周一出了经济数据 飞龙呢 其实表现不错的 新增职位 有26.6万个 即是26.6万个 今年以来一月的最大升幅 亦都是比市场预期好 失业率也是由3.6%至3.56% 那就是说 美国自己本身的就业情况 在这个水平是ok的 因为之前 大家经常说 知识曲线 倒挂了 终于是很害怕 但是那个有时间差 有机会那时候 就跟大家再分享 那个时间差的问题 但是头一段 如果大家有参考数据 知识曲线出了 大家是担心经济数据 但是头那一段时间 9个月前 9个月附近 反而市是做得好的 经济数据是英俊的 这些会不会是到顶的先兆呢 如果你配合下年美国大选 就要留意这一点 但是没理会短线 上个星期日震到大家马王 道指就折到马朗年 但是今个星期五 就回上去 又走回道指 又走回现行马 重点关键位 如果你道指 27,300位置在北浪 不能有失 你看到脱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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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7,300 上证又反过 咬腰慢慢走上去 贴着2,900这些水平 即是说 接下来的方向性 但是我想问一问一个问题 在未讲方向性之前 刚刚刚 现在天气凍 我们刚刚这个星期 吃了肥油火鍋 打热热热 都要鼓取一下 帮香港旅游打气 是吧 推介一下旅游景点 看夜景去哪 海旁 海旁 不是 最美的夜景 山顶 山顶 太平山 看夜景去太平山 天气凍 看冰箔 去哪里 大帕山 去大帕山 去大帕山 走到大帕山看冰箱 然后就 疯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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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地也可以 疯狠 疯狠 一定去哪里 什么疯狠 青山 你这些年纪里面 不是被他熬到你去青山 我们已经推广了香港旅游业 全部旅游景点 值得去的 看夜景 日出去逢旁山 疯狠 疯狠 就不用去 在市场里面 每个星期都疯狠 就被特朗普搞到疯狠 究竟中美文字协议 会不会签到呢 第一个一定 不知道 答不了你 现在讲到实辣实似 协议文本 先不要理会 先讲关税 15号关税会怎样呢 加会不会加呢 三个alternative 加 要不加 还有一个就是延迟 又被延迟 又在玩延迟 拖来拖去 不要理会 这个礼拜 因为15号是死线 这个礼拜是死线 即是说15号前 吹风出来是暖暖的 不用现在这么寒 就有机会 走上去好些 走上去好些 26700附近的位置 四条移动平均线 哪一条呢 短那两条 123 518 518 两条中 和长一点 都是鎖住了 大概26000 26000 650 至26700 都是这样的位置 你说有没有机会 再走好些 走好些 上面27000 就在这 这个 推上去这几百点 时间性 都很大机会 在这个礼拜里面 发生先的了 因为15号 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大家追回牛熊分布 我们上周 叫牛熊分布 我们上周 现在追回牛熊分布 我们看到25900 上周 有26000 25900 是一大楼还没有 什么时候 会不会留下周 星期五 即星期六 日回来 特朗普说 我要加利关帅 朋友 我们不是朋友 我要加利关帅 一加利关帅 可能一质质 这个留待之后 的事态发展 但是现在暂时 上面 你看上去 由26500 打上去 到27000 那里 2,000多张 如果用 那个叫 湯熊 比例来计 的话 它会不会 按下按下 和你按上去 因为美股 星期五升了300点 过外 星期一回来 又好气体 又可能会慢慢通 其实不是慢慢 很多 很坏的 一下两三下 和你湯完 OK 所以如果你衍生工具的朋友 一定要密切留意 这些牛群分布 因为市政整地 成交都是 六七百亿 这些水平 你湯上湯下 非常之容易 一个不理就 先湯上牛仔 这个不理就 又可能会湯上 一些牛仔 也都要交代 15号 其实反正非常之热 如果报了名 而未交钱的朋友 尽可能 星期一前 或者星期二附近 就交钱了 因为我们都要安排 大部分的食饭 一些补饭 或者住宜之类 一定要星期一二前 尽可能的入钱 大致条片 大致上都是这么多 看看有没有 一些特别的东西 要再补充一下 大致上是 very well ok 大致上去到 脑子股推介 那一段